来 我们来教各位同学连续函数的判断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呢 假设叫做y等于f of x 来 我们来看 在A这一点 各位同学看一下 它连不连续 我们一看就知道它不连续 因为它是断的 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去判断它是连续的呢 那我们的话呢 这样子看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来练习一下我们的左极限 来 单边极限 这是A的话 这个点是要做A x趋近A的左极限 那各位同学知道这题答案多少吗 左极限的话呢 它越来越靠近A 有左方靠近 那么它的答案应该是3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A的右极限呢 这题A的右极限 当x趋近于A的右极限 它的答案是4 所以各位同学要知道的话呢 我们现在的话呢 不能够从图 因为如果我们一定要画图的话呢 这是非常困难的 有些函数的话呢 它是没有办法的话呢 每一个图形的话呢 都画得那么明确 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个方法来判断 什么方法判断呢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是在上 这个在下 表示它没有相接 所以的话呢 左极限以及右极限不一样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什么条件呢 左极限要等于右极限 也就是说所谓的 这个要存在 因为左极限跟右极限的话呢 不能够不一样 不一样代表的是极限不存在 这是最低的条件 那么我们就这么讲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希望的是 它要不断将这个两个条件 要重合 来我们的话呢 往下走 好 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就 左极限跟右极限就相等了 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我们来看 这段连不连续呢 还少了一个点 对不对 这个点 我们要能够补上去 这才要真的连续 所以的话呢 不但要存在 而且的话呢 它的这个极限值 要等于函数值 那么也就是说 不止如此 我们还要这么说了 趋近于A 我们希望它怎么样呢 要等于F 就是它的函数值 来我们把这个点的话呢 来一下去 好 一下去了以后 你们看 这是不是完全能够连续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判断一个函数 是否在A点是连续 我们就用这个算式来判断 我们用中文写是怎么写呢 叫做我们判断 这叫做极限值 是否是等于 这是什么值呢 这叫做函数的值 我们只要这样判断就可以了 如果极限值等于函数值 我们就称为连续 如果极限值不等于函数值 我们就不连续 有的极限值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也就别提连续与否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简单的介绍了连续函数的判断方法